怀了黑帮大佬的孩子 住进大佬的家里 可每天连饭都吃不饱 还要受到大佬手下的骚扰 男孩叫善语 父亲欠了一屁股债以后就去世了 他做了五年小鸭子还清了债款 回老家后看到奶奶苍老的样子 他想让奶奶过上好日子 于是 作为优质Omate 他答应做大佬的生育工具 却对奶奶撒谎说他是结婚了 给奶奶打完电话 他又饿了 悄悄来到客厅找吃的 正美滋滋吃着酱牛肉 突然一把刀架在他脖子上 你是谁 身后男人冷冰冰的话语传进耳朵 善语转头解释 我是怀你孩子的那个人 住在阁楼 对不起我不应该随意想过 原来身后那男人就是孩子他爹 名叫老虎 老虎把刀放下问他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善语继续道歉 对不起 因为有点饿了就下来找吃的 我马上上楼 看着善语俊秀的脸 老虎心里嘀咕 爸爸也真是的 怎么不跟他说找了个这么好看的来生孩子 然后转身帮善语开了灯就走了 看着老虎的背影 善语松了口气 他以为自己要挨打了呢 摸了摸小腹 原来还是他爹也没有那么可怕吗 次日 老虎吃完了早餐 就对保姆说让善语下来吃饭 说曹操曹操就到 善语自己下楼了 两人正好碰上 善语打了个招呼 老虎一直不搭话 只是盯着善语看 善语被他盯得有些发毛 犹豫着在餐桌边坐了下来 他太饿了 自顾自吃起饭来 这时老虎的手下进来汇报工作 手下身上的信息素味道 让善语胃里一阵翻滚 连忙跑去厕所吐了 回到客厅里 善语不好意思地跟保姆说 阿姨 我可以把饭拿上去吃完了 再把碗送下来吗 阿姨很疑惑 你不是胃不舒服吗 还要吃 善语更不好意思了 那个 我有点饿 保姆像是施舍一样 装了很少的饭菜递给他 善语顶着大老头射过来炙热的事情 强装镇定上楼去了 突然他闻到一阵清零的香气 原来这就是老虎的信息素啊 闻到他的信息素 他竟然不会难受 反而觉得胃里舒服了不少 老虎那样的体格 信息素竟然是清零香 善语怎么想都觉得很不大 那边老虎见善语上去了 直接给手下来了个右勾拳 想着善语那傻小子 保姆都那样说话了 他还能接过饭 一副得到了全世界的样子 随即转头恶狠狠盯着保姆 然后又给手下来了一脚 老虎教训完保姆和手下 上楼去找善语 却把善语吓了一条 手里的餐具摔地上碎了一壁 小心脏扑通扑通直条 善语摸着肚子 心里默念 宝宝 对不起吓到你了 但他是你爸爸 你别害怕 抬头发现老虎一直在盯着他看 难道是因为自己打碎了碗生气吗 要不要装肚子疼麦麦惨啊 这时老虎忽然抬手说 往后退 然后蹲下收拾碎锅里 善语想上去帮忙 就被老虎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他脸上泛起红韵 在心里跟宝宝说 看来你爸爸很真心的 老虎收拾完喊来阿姨拿走垃圾 然后把门关上问善语 听说你是小鸭子出身 善语心想 怪不得他一直盯着自己看 原来是想让我教他做手工了 然后开口回答道 我现在怀孕了 只能口头教你 价格是一百万 你需要吗 老虎仿佛听到了什么笑话 大笑了两声后说 一百万就可以 叫价在高点 善语趁机说那就再加一份礼子吧 老虎还是第一次见到 用手艺活来跟他换礼子 忍不住笑了 抽出一百万给他 善语接过钱俯身就要开始教训 老虎却制止了他 等一下 你不是还没拿到礼子吗 然后转身说算了 善语在他身后说 如果你现在想的话 我可以提前教你 老虎愣了一下 没头没尾来的句 是女儿吗 就关门走了 善语心想 酸儿辣你 想吃礼子的话会是女儿吗 到了晚上 由于晚餐提供的太少 他又饿了 这时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老虎来找他 善语心想肯定是为了那个事 老虎开门见山 你想吃完再来还是来玩再吃 善语很开心 礼子真的买回来了呀 然后雀跃的说先来再吃吧 看他这么开心 老虎不吃笑了 那就下来一楼吧 善语坐在一楼沙发上 看着面前的礼子 想着反击的礼子很贵吧 此时老虎走过来看着他 开始吧 善语不愧是从那里出来的 这一顿教学让老虎直呼 大师我误了 善语大师的努力教学 得到了学生老虎的极高赞扬 吃着酸酸甜甜的礼子 善语幸福的冒泡 老虎看着善语吃礼子的开心模样 就问他明天还要吗 善语点了点头 老虎继续问 那明天是一百万加上什么 善语立马回答 泡面吧 因为保姆说垃圾食品对身体不好 都不让他吃 听见老虎说那现在要吃吗 善语眼睛都亮了连忙说好 原来他这么好满足啊 老虎想着 然后扑翅笑了 随即叫来了一个刀疤小弟 小弟进来对着善语就是一鞠躬 把善语吓了一停 然后小弟卷起袖子 就要开始煮泡面 问大哥需要煮几袋 老虎看着善语问道 你应该吃三袋吧 善语笑开了花 心想高山流水浴之鹰啊 他好懂我 又赶紧捂住嘴 他笑他欢了不会被打吧 低下头不好意思的开口 一袋就够了 毕竟他已经吃了很多李泽 老虎一脸问号 一袋还不够塞牙缝的吧 小弟也在一旁附和 善语见盛情难却也就不推脱 搓手手气带着泡面 煮完泡面小弟就走了 善语吃着泡面 脸上洋溢着幸福 一个晚上能连续吃到 自己想吃的食物 真是太开心了 被他的笑感染的老虎 脸上也泛起笑容 然后直接问善语 你这个笑要多少钱 我要买 善语还是第一次 见这种奇葩顾客 这个吗 不用给钱 我吃李子的时候 你过来看就行了 老虎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善语想着 既然他喜欢看自己笑 那就笑一个吧 随即露出花一样的笑容 一夜过去 善语终于睡了个大懒觉 满足地伸了伸懒腰 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老虎 看着善语种种的 但是还是很漂亮的脸 老虎调侃道 怎么大早上就生起了圆圆呢 真明亮 忍不住捏了捏他的脸 手感真好啊 然后开口说 测你的脸要多少钱 善语有点懵 啊 什么测我的脸 就听见老虎说用辣椒 他顿时无语 心想真是个变态 又在心里对孩子说 但是宝宝啊 你要理解 你爸爸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善语痛恨自己的爸爸 他知道恨一个人是很累的 所以他希望肚子里的孩子 不要像他一样 看善语一直不说话 老虎就问 你是不愿意卖这个吗 善语赶紧解释 不是的 主要我没卖过这个 如果你想的话 直接来就好了 看善语这么识趣 老虎也愿意宠他 那你有什么想吃的 想要的就和我说 善语也不客气 那我想吃韩式烤鸭 老虎揉了揉他的头 好 一会下班我来接你 玩了黑帮大佬的孩子 却连饭都吃不饱 本来量就少 今天居然只能吃草 保姆还美其名曰 善语晚上要跟大佬出去吃饭 所以他就少准备了一点 善语翻搅着这盘草 他是真不想吃啊 这还不如喝粥呢 保姆竟然还质问 他昨晚是不是吃泡面 善语只能道歉说对不起 保姆还不停嘴 继续说你肚子饿的话 在我下班前要等零食吃 一点良心都没有 善语吃着草也懒得回答他 只是默默听着 妈的 泡面是我让他吃的 你不满意吗阿姨 老虎暴怒的声音 传来把阿姨吓了一跳 瑟瑟发抖的开始狡辩 不是的不是的 是会长他让我多上心 说着还偷描善语 善语被他这一眼看的想吐 直接飞奔进厕所 老虎也跟进来 拍着他的背 关心地问道 没事吧 善语闻见他柠檬香 性细俗的味道 感觉好多了 老虎继续问着 没事怎么会吐呢 善语想了想说 可能是宝宝不喜欢看吵架吧 自己这样的人 宝宝可不能有像自己的地理 想着想着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了下来 老虎健壮 取下手表卷起袖子 用手沾了水帮善语擦脸 就是手劲有点大 善语的脸不知是羞红了 还是被他擦红了 擦完脸还用手捏住善语的鼻子 做事就要帮他醒鼻涕 这操作直接把善语逗笑了 眼泪也止住了 老虎也跟着笑起来 气氛到这里了 不干点什么不合适吧 于是伸手揽住善语的脖子 说这个以后我再付款 然后就来了个爱的啾啾 善语正玩着游戏 接到了老虎打来的电话 半个小时以后 老虎就来接他出去吃饭 他着急忙慌换了衣服 想着不知道奶奶吃饭了没 就给奶奶打了电话 并撒谎说老虎给了两百万 让他给奶奶 其实这是他吃大辣椒换来的钱 祖孙两个唠了会儿家常 突然有人敲门 善语连忙挂了电话去开门 老虎又一次被善语的脸蛋惊面包 忍不住夸赞 怎么这么漂亮呀 善语下楼去了 到了烤鸭店 善语发现这里好像被老虎包场了 整个店只有他们几个 他一脸满足地吃着烤鸭 大佬看他吃得这么开心 心想他在家吃那么少 看来这个很合他胃口 然后问善语好吃吗 善语回答好吃 老虎语出惊人 那比我的大辣椒还好吃吗 一下子给善语整无语了 老虎看着他的表情哈哈大笑 然后说抱歉 打扰你吃饭了 我再给你盛点饭吧 多吃点 没想到善语此时低着头红着脸开口了 老虎心里都快没开花了 当即挪到善语旁边坐下 我家有一道祖传硬菜 叫辣椒炒菊花 可好吃了 你要不要尝尝 善语说那我下次去医院问问医生 老虎随即说我陪着你去 善语眼里有掩不住的惊喜 突然老虎抓住善语的手腕 又开始不正经 你看看 我光是摸摸你的手你就有反应了 善语点了点头 在心里跟孩子说 你爹真是比想象中还要不正经 还要变态 吃完饭以后老虎提议两人去散步 善语也正好好久没活动活动了 到了公园 善语被路边的草吸引住了 老虎坐一旁着看他 如此美好惬意的场景 被另一个男人打破 这男人上去跟善语搭讪 此情此景我们大佬能忍吗 黑着一张脸走过去 阿喊了一声 聪聪妈妈 然后黑着脸走过去 释放大量的信息诉 让搭讪那男的头昏脑胀 质问那男的 你找我聪聪的妈什么事 男人战战兢兢说不出话 老虎继续说 妈的 你要是赶在靠近聪聪他妈 我就把你的辣椒剁了胃口 还不滚蛋 男人下得赶紧走了 善语心想 他这是给孩子起了胎蜜 叫聪聪吗 可是这名字听着不像是聪明的意思 老虎此时问他 你什么时候肚子大起来啊 善语又被旁边的花吸引了 头也不回地说 不知道 大概四个月吧 老虎就没小生嘟呢 那岂不是还要很久 才能吃辣椒炒肉 果然应该提前标记一下 善语实在好奇 为什么起名叫聪聪 就抬头问他 那个为什么叫他聪聪啊 老虎回答说 怎么了 我情急之下起的 你不喜欢吗 我总不能叫你 那个妈妈吧 善语又问 你是想生儿子吗 老虎说这个无所谓 男孩女孩都行 善语脑子里浮现出 大老抱女儿的画面 忍不住笑出了声 然后起身说社长 你随便起吧 我都可以的 不知老虎是不是恋爱脑发作 没头没尾来的剧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搞得善语不明所以 老虎继续说 没事 回家吧 不过如果要一起洗澡的话 要多少钱 回到家里 两人一边洗澡 一边探讨着辣椒的培育和管理 浴室里弥漫着学术的气息 老虎收获颇风 善语大师果然是大师 洗完了澡 老虎还想跟善语探讨一下夜光剧本 善语看着这双开门大冰箱身材 有点害怕 万一晚上自己被关进冰箱怎么办 于是就拒绝了这个提议 红着脸回卧室睡觉 散了三次门了 善语只能说那好吧 心里暗骂你真是个变态 老虎又发动苦心技能说 你这是在诱惑我让我别去上班吗 善语满脸问号 心想老铁你可别太荒谬 正色道 才不是呢 他这表情给老虎整笑了 老虎收起大辣椒 笑着说你这脸都肿成包子 这么严肃干嘛 怎么 干嘛这样看着我 是舍不得大辣椒吗 善语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气鼓鼓的说不用了 没想到老虎见兮兮的学他说 呦呦呦不用了 老虎摸着善语的脸大 你肚子还没大起来 我总得标记一下 不然什么玩意儿都敢往我孩子妈身边凑 善语想着 大早上拿着辣椒往我跟前凑 不是因为你变态吗 老虎继续说一会儿你想吃什么 善语咽了咽口水说炒年糕 老虎不理解 炒年糕难道不是零食吗 如果你实在想吃的话也行 然后拿出电话在耳边比划了一下 要是改变想法了 就跟我打电话 善语感动住了 心里对宝宝说 你别还挺体贴 是个好老板 老虎碰了一下善语的嘴唇跟他告别 你乖乖呆着 我去挣钱了 他走后 善语就发现了床头柜上老虎放的钱 是昨晚的报酬吗 还真是个暗示交学费的好学生了 等待老虎下班的时间 善语就吃了睡 睡了吃 老母听说他晚上要和老虎吃饭 就说不用准备晚饭了吧 善语一脸甜蜜的回答说不用了 没想到这一等就等到了败面 都这么晚了 老虎应该是忘记了吧 善语也不敢跟老虎打电话 这样也好 省得自己消想不该想的东西 比如感情什么的 就是苦了宝宝跟自己一起挨了 就在善语决定只等到12点的时候 奶奶来电话了 两人互相关心了一波 挂了电话距离12点只剩15分钟 老虎还是没回来 他就这样饿着肚子等啊等 终于老虎风尘扑扑回来了 进门时还喘着粗气 可见是跑着上阁楼的 进门就跟善语说抱歉 可给善语感动坏了 含着眼泪说没关系的 刚从外面打拼回来 手腕的血都没擦干净 就提着腊炒年糕赶紧来见善语 还说吃完饭带他去兜风 这让善语的小心脏又开始扑通扑通的跳 当善语整理好吃时 老虎就去洗澡了 饿了一晚上的善语大口大口吃着饭 冲完早回来的老虎看他吃这么快 就提醒他别吃这么快小心掖着 善语明媚的笑着说 好 老虎忍不住夸了一句 你真好看 没想到善语却没啥反应 这让老虎有点不乐意 心想是夸太多了他免疫了吗 然后伸出手摸了摸善语的头发问 等很久了吗 善语说没关系 刚正经没多久的老虎又开始不正经 撅起嘴说 那可以这样玩再吃吗 善语有点没gap到他的意思 你说的是亲亲吗 老虎被他可爱到拍桌子 边拍边说你真是太可爱了 善语主动跟他来了个揪揪 揪完又有点害羞 我们善语在坠入爱河这条路上 真是跟老虎不相上下呀 老虎直愣愣地看着他 又给他道歉 对不起 我今天回来太晚了 不过孩子他爹半夜不回家 你怎么连电话都不打一通 善语解释道 如果你没时间跟我打电话 那我跟你打电话 你也肯定没时间接呀 老虎不高兴了 你可真冷漠呀 就算我没时间接 看到未接来电 心情也会不一样了 以后记得打电话 善语嘴上答应着 心里想的是我才不打 要打你打 吃完饭老虎履行承诺带他去兜风 善语坐在副驾室 感觉像是去约会一样 可是他知道这不是约会 老虎怎么会放过 这不正经的好时机 又是要善语玩大辣椒 又是撅嘴要啾啾 到了地方看着善语 一脸高兴地转悠 他也忍不住仰起嘴角 善语玩好了回到车边 老虎一把拽住他的手 然后拉进车里说 老师 我们昨天探讨的辣椒培育技术 我意犹未尽 今天继续吧 这次学费是一百万加上什么 善语犹豫着 那我想下下周再来一次这里 他不想一下子把自由时间享受完 如果可以的话 他想去看奶奶 老虎也没追问 直接就答应了 这反倒让善语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他想的那一会儿教学 就更卖力点了 善语再一次熟练地 给老虎清洗保温杯 却忍不住哭了出来 老虎发觉了他的不对劲 把他拽起来 你怎么哭了 善语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 明明做了五年小鸭子 这种事早就习以为常 可是现在自己 为什么会这么悲慎 难道因为对象是老虎吗 心中的情绪不能宣泄出来 只能说没什么 可能怀孕的人就是爱哭吧 老虎捧起他的脸 吻上了他的眼泪 然后两人继续清洗保温杯 几个小时以后 老虎把睡梦中的善语叫醒 你起来看看外面在睡 善语的起床气还没发作 就被外面的景色震住 他这几年除了 洗保温杯的经验之外 就没有体验过别的事情 这一瞬间的经验 是老虎送他的礼物 这时老虎打断了他的侠想 你觉得这河水好看吗 善语回答说当然好看了 老虎不知从哪学的土味情话 照照镜子吧 你更好看 善语被他逗笑了 老虎说你笑什么 这是实话呀 然后撅起嘴索要啾啾 善语此时突然想要一个答案 攥起拳头说 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老虎没有说话 而是用啾啾回答他 然后又是一些个 清洗保温杯的动物 回家之后 老虎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 就要去上班 善语想得自己一个人 吃饭不太好吧 可是他这性格不知道 该怎么开口劝老虎吃饭 老虎仿佛能听到他的心声 主动走过来张开嘴要吃的 善语修红了脸味给他吃的 两人周遭像是充满了粉红泡泡 竟是甜蜜的味道 老虎摸了摸善语的头 看来你很喜欢我呀 说让你喂我你就真的喂我 然后又开始不正经了 晚上我回来再加个餐吧 辣椒炒菊花怎么样 善语真是被他的 随时随地不正经给整无语 在饭桌上都能说这话 老虎跟善语告别抬腿就要走 却折返回来对着善语的脸巴唧一口 然后转身潇洒地走了 留善语一个人独自羞涩 他吃完饭又接到了老虎的电话 我忘了问你晚上想吃什么了 老虎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善语只是听着他的声音都觉得很幸福 两人在电话里腻歪了一会儿 挂了电话老虎还盯着手机傻笑 手下都忍不住对他一阵调侃 还只是个生子工具 没想到雇主却对他一见钟情 天天给他做祖传印菜辣椒炒菊花 老虎下班回到家 看善语睡得正香不舍地叫他起来 于是自己也躺上去把善语搂进怀里 盯着善语的睡颜 老虎心想 这小子睡觉的时候像到孩子 但是那种时候又动人地让我痴迷 真是招人喜欢 除了小时候养的猫咪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想讨好对方 低头吻了吻善语的眼睛 然后起身下床 这动静给善语弄醒了 果然老虎就不能正经超过三分钟 看善语醒了他就拿出大辣椒 善语一睁眼就是这副景象 满头黑线心灵默默吐槽 真是个随时随地都能有感觉的变态 老虎好像读懂了他的表情 无赖的说我是因为你才这样的呀 一阵忙活以后两人靠在一起吃零食 老虎一会儿要啾啾 一会儿戳戳善语的脸 一会儿求投胃 这场景怎一个甜字了呢 可惜温馨的氛围被敲门声打破 是保姆上来喊老虎吃晚饭 善语一听可以吃饭了眼睛都亮了 可是又想到这是老虎的饭不是自己的 眼神又黯淡下来 甜蜜被打断的老虎很不爽 但想着善语估计是饿了 于是就对善语说起来吃饭吧 善语很惊讶 我也一起下去吃吗 老虎不理解他怎么会问这个 那不然呢 干嘛问这种理所当然的问题 这是善语第一次在家里和老虎坐一起吃饭 仿佛两人是家人一样 善语幸福地想着 然后点起脚给老虎一个啾啾 老虎愣住了 善语红着脸快步下楼 走到一半听到老虎气急败坏地喊他 李善语 这句话只有音量却没有什么杀伤力 让善语笑开了花 走到桌前看见这一桌子的荤菜 他还没吃呢就腻了 保姆很有眼色地端来沙拉 善语一边吃一边犹豫着 要不要把奶奶做的胎梦告诉老虎 老虎好像对辣椒炒句话以外的事情都不感兴趣 他犹犹豫豫看了旁边的老虎一眼 老虎注意到了 就问他你有话要说吗 善语鼓起勇气说 其实我奶奶好像做了胎梦 他梦见了龙 龙可是好兆头啊 老虎一下把善语压在餐桌上 高兴地来了个啾啾 是个生子工具 却跟雇主双双坠入爱河 两个恋爱脑凑一起去了 睡眼惺忪的善语还在回味着早上跟老虎的电话 他已经出差两天了 两天不见如隔六秋 他们在电话里当然是腻外又甜蜜 老虎竟然还会主动抱贝 说他都没让别的男孩碰他 善语才不信呢 小声说 骗子 老虎急了 我都这把年纪了昨晚还梦里 你得信我呀 善语现在想想都忍不住想 实在太滑稽了 这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胖子进了门 这一股浓重的性稀素味道 让善语立马跑厕所吐了 吐完回来看见那胖子大喇喇坐在沙发上 像招小狗一样让他过去 善语犹豫着 老虎还有兄弟吗 这长得也不像啊 但还是乖乖坐过去 那胖子肥头大耳咪咪啊 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东西 他说自己是老虎的哥哥老猪 问善语 你就是那个带孕的 善语努力忍住想吐的冲动跟他周旋 一直不给老猪正脸 不只是性稀素 那张脸也让他想吐 老猪怒了捏住他的下巴 没想到你还挺高冷 听说你最近跟老虎打得火热啊 你的滋味应该不错吧 然后臭不要脸解了皮带 善语终于忍不住了 做事就要吐出来 老猪一个大逼兜子把善语扇倒在沙发上 他还想继续动手 却被保姆拦住了 他想了想确实不能动手 如果被老爸知道就完蛋了 然后一口谈吐到善语脸上扬长而去 善语表面默默忍受 其实内心早就把他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 他摸了摸肚子 幸好宝宝没有受伤 晚上善语正刷着牙 眼泪不受控制流了下来 他不想因为被那家伙打了哭 可是就是忍不住很委屈 洗完了脸 又便被打得脸肿得更厉害了 幸好老虎不在 不过就算自己挨打他也不会在意的吧 想曹操曹操就等 老虎一个视频电话打过来 善语赶紧用枕头遮住半边脸 老虎第一句话就是 我想你了 打得善语措手不及 他以为老虎会说什么不正经的话 中途善语想换个姿势 忽然胳膊疼没拿完手机 他赶紧去捡手机 这下子被打的脸就暴露在老虎视线内 老虎顿时火冒三丈 妈的 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究竟是谁 我现在就去撕了他 善语犹豫着说 好像是你哥哥 老虎轻轻爆气 是两个狗杂种里的哪一个呀 我现在就去收拾他 是不是那头肥猪 善语点点头说 对就是他 然后忍不住哥哥笑了起来 老虎说你还笑得出来 我都快被气死了 善语笑着安慰他 没事的 看着老虎比自己还要生气 他瞬间就觉得没什么了 吃完早饭老虎就说有事要出门 善语听着他打电话一口流利的外语 这样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 精通三国语言 长得还帅 对自己很温柔的人 任谁都会无可自拔的沦陷吧 他在窗边注视着老虎的背影 感受到他视线的老虎 扭头来了个俏皮的wing 上车后老虎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爸 中午我回家一趟 你把老猪那小子叫过来吧 会长家里 三个儿子齐聚一趟吃着饭 老虎突然放下筷子 黑着脸对老猪说 你给我过来 然后一把抓起他的胳膊捏碎了骨头 老猪竟然还敢反抗 这下胳膊直接被枕头弄断 口吐白目晕了过去 大儿子在一旁冷汗直冒 幸亏老猪没把自己供出来 会长明显偏爱老虎 二儿子被小儿子打了 他还一脸慈爱给老虎夹菜 老虎看着他喊了声 爸 会长应了声 怎么了 然后喝了口汤 老虎直接屏蔽一个惊雷 我要跟李善雨结婚 会长这一口汤还没咽呢 就全喷在大儿子脸上 然后激动地站起来 哎呦喂结婚好啊 爸同意了 大儿子竟然还敢找茬 对着会长说 那人出身不好吧 听说之前是个小鸭子 老虎直接对回去 大哥你疯了吗 妈以前就是接待小姐 大嫂还欠高厉害 优质有没可能看上 我们这种黑帮劣质啊 大儿子被气得皮肖肉不幸 虽然我们是劣质啊 但是你不是啊 而且我们又不是三流黑帮 老虎脸上满是不屑 大哥你是不是忘了 是我让家族 摆脱三流黑帮身份的 会长此时发话了 你愿意结婚就结 马上就去登记吧 这边善雨终于等到了老虎的变化 两人愉快地商定要去吃大酱汤 他换了干净的衣服 穿上奶奶系的凉鞋 看见这双鞋 他就想去海边玩了 这时奶奶打来电话 善雨啊 这次不能你和你老公 一起来看我吗 他只能撒谎说老虎很忙没时间 突然老虎推门而入 哎呦 是奶奶打的电话呀 然后抢过手机 奶奶您好啊 我是老虎 抱歉这么迟才跟您打招 这次当然和善雨一起回去看您了 善雨看着这其乐融融的景象 没想到天天把大辣椒 挂在嘴边的老虎 还有这么正经的一面 果然下一秒老虎又开始不正经 捏了一把善雨的屁股 嘴上说着 我才应该感谢您把善雨托付给我了 挂了电话 善雨很忐忑 原来老虎一直都知道自己对奶奶撒谎 他竟然还帮自己冤枉 他知道了我的弱点 如果他干出和我初恋一样过分的是怎么办 我是真心喜欢他呀 他正胡思乱想了 就见老虎单膝跪地 善雨 跟我结婚吧 他心跳仿佛都漏了一排 见老虎单膝跪地 手里捧着大金戒指 不愧是道上的人 求婚戒指都这么硬核 善雨突然肚子咕咕叫 那个 他话还没说完就被老虎打断 你说 你答应了吗 下一秒就被善雨泼了冷水 我肚子饿了 老虎愣了一下 然后懊恼地捶捶头 我真是白痴 应该让你先吃饱饭再求婚了 说着就搂着善雨下楼 到了车里 老虎抱着善雨开始猛男撒娇 善雨没办法只能摸摸大辣椒安抚他 老虎又不乐意了 难道你是觉得我可怜才摸的吗 善雨不明所以 你哪里可怜 又有钱又有大辣椒 老虎忧愿地说 大有什么用 我都没有老婆 我好可怜啊 善雨无语地扭过头 我只知道我肚子饿了 什么可不可怜的我不清楚 到了吃饭的地方 老虎还在试想性子 善雨问他为啥不吃 他就说我被你拒绝了 吃不下去 还没来得及安慰他 他就趴善雨耳边小声说 我想吃你 善雨起身拿饮料问他喝不喝 他说啥都不想喝只想喝你 果然这人就不能正经三秒钟 真是比牛油还油腻 两人吃完饭 老虎开车带他来到了海边 善雨看着美丽的夜景 心想他怎么知道 自己想来海边的 难道真是心有灵犀吗 老虎在一旁很得意 看你穿的鞋 我就知道你想来海边 我厉害吧 好了快去玩吧 玩累了就回来 善雨羞答答伸出手 我们一起玩吧 老虎很自然地牵住 哎呀真是拿你没办法 还想说什么去被善雨打断 别说了我们快走吧 只见他从耳朵尖红到脖子哥 像一只煮熟的虾米 善雨几乎要沉醉在美丽的景色中 这一刻他感觉自己好幸福 下一秒 更幸福的事情发生了 老虎狂击又是一个单膝跪地 不知道从哪里变出来一个大钻戒 善雨 嫁给我吧 金戒指是你的 钻戒也是你的 我把我自己也送给你 善雨哪里还有不答应的理由呢 被海风吹起的发丝 就像此刻他飞扬的心 接下来就是一些个 不可描述难以言语捉摸不透 无以言表不可名状的大动作 你们懂吗 回奶奶家的前一天 老虎带着善雨来医院缠解 这双开门加戏狗的配置 让医生以为他俩是来打掉孩子的呢 善雨和孩子都很健康 老虎坐不住了 那什么时候能吃大辣椒炒菊花 善雨真是无语了 需要这么猴急吗 然后摸着肚子 宝宝啊 如果你某天看到奇怪的东西 别害怕那是你爸爸 回到车上 两人探讨着吃辣椒炒菊花的频率问题 辣椒虽好可不能贪吃 最终善雨已一周一次赢得了比赛 前排小弟插了锯嘴 大哥 会长说今天想跟大嫂吃饭 老虎皱起眉头 奶奶是长者得先去看奶奶 你让他先往后笑一笑 善雨偷笑着 自己还真是挑了个好老公呢 老虎看他笑得这么开心 巴基就来了个啾啾 到了去奶奶家的那天 老虎提着大包小包来了 见着奶奶就扑通一声跪下 奶奶 请先说我一拜 给奶奶整不会了 这也不是过年 我也没准备红包啊 吃完了饭 老虎和善雨躺在院子里晒太阳 看见老虎这个笑就知道他要不正经了 此情此景我想跟你探讨一下洗辣椒技术 善雨当然不同意 奶奶还在屋里呢 老虎捏起他的人 阿西巴我老婆怎么这么可爱啊 又不过他的善雨正要开始洗辣椒教学 奶奶一嗓子把他们吓了一跳 善雨啊你过来帮帮我 辣椒没洗成的老虎一脸可惜 善雨帮着奶奶洗碗 老虎猛地从背后抱住他 孩子他妈妈我来了 善雨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下一秒就是一些不可言说难以言喻的事情 这里就不方便展示了 怀了黑帮大佬的孩子 两人一起回奶奶家见家长 作为最爱吃辣椒炒菊花的人 老虎哪能闲着 玩一些乡下扑威不是更带感吗 可惜阿扑威为伴儿中道崩促 奶奶一嗓子差点把老虎吓来了 但是这也不能阻止他干坏事 猛地从后面抱住善雨 孩子他妈妈我来了哟 善雨很无语 你就不能让我歇歇吗 老了都不住扑扑被护工打了怎么办 老虎才不管那么多 立马就开始舌菜莲花 它是有点重口味在身上 善雨啊我二弟想见见宝宝 你怎么想的 你看现在这时间合适吗 老虎又重复了一点 我二弟想见宝宝 善雨没办法 只好含泪同意 老虎使出酷酷飞飞魔法 然后又是一顿咎咎 我老婆真善解人命 随后自言自语 宝宝啊你想见爸爸吗 宝宝说他想见我 那肯定得满足他的愿望啊 就这样 孩子和孩子他爹顺利见了面 突然间老虎就是一个暂停的大动作 善雨满脸疑惑 手套也被老虎抢过去戴上 老天你这是干啥 下一秒他就知道了答案 善雨啊你在里面吗 原来是奶奶回来了 你怎么能让孙媳妇洗碗呢 老虎开始了他的表演 没关系的 替善雨分担家务是我应该做的 善雨又一次见识到他的厚脸皮 明明是我洗得完好吗 他把奶奶请回房间休息 转头跟老虎说还是我来洗吧 老虎坏笑一下 不用了 你就在后面抱着我就行 不得不说老虎谈恋爱是有两把刷子的 善雨听话地抱住他 点起脚在他耳边轻声说 等奶奶睡着了 你再和宝宝见面吧 然后撩完就跑 留老虎在原地 离善雨你倒是亲我一下再走了 坏事干了一半就被奶奶打断 老虎嘴都快撅到天上了 善雨只好安慰他 说晚上再让他二弟和宝宝见面 晚上善雨正玩着新买的iPhone18 老虎才刚出去一会儿 他就有点想他了 默默小肚肚 今天还没和宝宝说话呢 不过下午的时候你爹进去和你玩过了 这时老虎来电话了 明明就在身边为啥要打电话 原来是要喊善雨出去看看 他有点犯困 磨蹭着不想出去 可是耐不住老虎的撒娇连机 只好起身准备出去 还一边小声嘀咕 宝宝啊 带着你爹过日子可真是太累了 善雨刚出去见到老虎 就问他为啥叫他出来 老虎一脸无赖地说 我怕你在我不在的时候睡觉 然后捏住善雨的脸 老婆呀 你老公不进门 难道你不该出来看看吗 善雨气鼓鼓说谁是你老婆 老虎上去来个啾啾 嘻巴你真是可爱死了 真拿你没办法 突然又大声嚷嚷着 你明明说过晚上会照顾我的大辣椒的 善雨赶紧捂住他的嘴 你别把奶奶吵醒了 自己去房间准备好了等我 老虎又耍无赖 不行 我要你跟我一起 善雨哄着他 行行行我陪你一起 老虎终于满意了 又来得啾啾 还说 跟你就生不起来气 然后只是抚摸着善雨的脸看着他 善雨心想为啥还不去房间呢 就听见老虎指着天说看那边 他一转头就被惊艳到了 原来今天有流星了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流星呢 善雨转头甜蜜地看着老虎笑 其实他叫我出来就是为了让我看流星吧 老虎也看着他笑起来 他握住对方的手 拉着他往房间走 准备兑现诺言 深入探讨一下大辣椒的种植技术 房间里充满了浓浓的学术气息 在善雨大师的悉心教导下 老虎又悟出了很多东西 嘿嘿嘿 老虎因为工作原因要提前回首尔 一家人一起吃了午饭 老虎就推开门准备走了 走之前还在门外的柜子上放了一大票子 不得不说咱老虎是真会来事 人情世故可以的 这时善雨过来说 哥我送你到村口吧 果然是热恋气哈 一分钟不见就如隔三秋 路上善雨垮着个脸 他不想跟老虎分开 怎么感觉一眨眼的功夫就到村口了 即便是明天就能再见面 可他还是有点难过 转身给老虎脸上来个啾啾 然后就得到了老虎的摸摸头和一句真乖 还说要开车送善雨回去 善雨却拒绝了 说要自己走回去 因为如果再和老虎一起回家 那他会更加不舍 就这样善雨一边走 老虎一边开着车在旁边慢慢跟着 原来这就是腻腻歪歪小情侣的把戏吗 是我不懂了 善雨现在可太幸福了 他再也不是孤单一个人了 第二天司机就把他接回首尔 前一天还跟老虎一一不舍 结果今天就能见面 他感觉有点尴尬 带了一些奶奶做的土特产分给院子里的小弟 然后就疲惫地向屋里走去 打开房间就闻到了老虎性稀素的味道 看来是他来过这里了呀 沾上枕头没多久就睡着了 不一会儿老虎就来了电话 还怀了黑帮大佬的孩子 正午睡呢就被电话吵醒 原来是大佬打来的 一看时间已经到傍晚了呀 他一觉睡了这么久 院子里传来吵吵闹闹的声音 他顺着窗户看下去 小弟们在搞烧烤派对呢 看老虎回来连忙鞠躬喊大哥 老虎也看见窗口的善雨 荒鸡抛了个媚眼 这油腻攻击让善雨憋不住笑了 老虎又立马装作被笑容击中心脏的样子 不是我说要老虎 你这演技不拿奥斯卡都亏了 善雨刚把酒倒好放在桌上 老虎就带着之前善雨送给小弟的酒进来了 善雨赶紧问他 你怎么又给拿回来了 老虎哽着脖子 这是我搜集的出轨证据 奶奶给我的酒 你转头就给别人了 善雨没想到他如此幼稚 我看他开车辛苦才给的 而且给的也不是你的那份 然后转身打开冰箱拿酒 你的在这里呢 还安抚性的给老虎来个揪揪 吃饭他也不消停 一直巴巴巴不停说话 善雨一个红烧肉堵住他的嘴 他边吃边说我老婆真漂亮啊 一口干了奶奶送的酒 大声夸赞到啊呀妈呀可真好喝呀 听见这话善雨也甜甜的笑起来 下一秒老虎又开始油腻攻击 不过还是你吃着醉香 善雨又用肉塞住他的嘴 跟你吃饭就别说话了 没一会儿老虎就连喝了好几杯 善雨小声嘀咕 喝这么多一会儿不行了咋办 老虎邪魅一笑 谁不行你男人都不会不行 那我听你话不喝了会有奖励吗 善雨边喝汤边问什么奖励 我要 他真是雨不惊人死不休啊 一下子就给善雨呛到了 他赶紧拍拍背 你慢点喝呀 善雨懒得理他 换了个话题 你为啥给奶奶那么多钱 都给奶奶吓到了 老虎一脸理所当然 你奶奶就是我奶奶呀 我给我奶奶钱不是天经地义吗 可给善雨感动坏了 这么好的人竟然是自己老公 自己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啊 又凑过去给老虎来个揪揪 这不就还好 依旧就给老虎整鸡洞了 他腾一下站起来 稀巴今天的饭就吃到这里了 我们该干正事了 奥吉说到二人最后去吃了辣椒炒菊花 这一集依旧是在吃辣椒炒菊花 整个26话没有一张图能截出来 反正就是这样那样那样这样 大家自己去看吧 方法放在评论区了 我是真解除不了 虎学第一季完结了 无无好舍不得 还原本只是生子工具 却和雇主暗生情愫两情相悦 土甜土甜的虎的孩子第二季来了 老虎出门前习惯性摸摸善语的头 善语想去送送他 但觉得不好意思 老虎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一边拉他起来一边说 回来的时候给你买点什么好的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啊 最好是那种好吃到让你乐开花的 今天有想吃的水果吗 善语想了半天没想出来 快出门吧 不是要迟到了吗 老虎指了指自己的兄弟 可是他依依不舍不想跟你分开呢 他说起骚话来无人能出其右 没几句就让善语红了脸 你回来的时候买点青葡萄 快去上班吧 老虎伸出小拇指 那说好喽 你在房间里乖乖等我 嗨呀 俩人的手也这么般配 终于转身告别 那我出门了 又突然转了回来 巴唧一下来了的啾啾 这才坐上车出发去上班 龟风吹过来带起善语的发丝 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温馨幸福 但是奶奶一个月才能和我见一面 应该很孤独吧 他拿出手机给奶奶打电话 开心的告诉他 刚刚我吃了黄色的西瓜呢 即便只是聊着生活琐事 善语也觉得很开心 到了公司的老虎也不务正业 晃着脚满面春风跟善语聊天 他想吃的东西从青葡萄变成玉米 老虎莫名其妙觉得善语可爱爆棚 恨不得回家热他几下 果然他就不能不说骚话 给你买玉米的话 你可以给我表演吹口琴吗 那边立马发来回复 他都能想象到善语气鼓鼓的脸 算了 还是买青葡萄吧 生气了呀 真是可爱 决定大发慈悲不逗他完了 放心吧 两个都会买回去的 哥可是有钱的很 善语发了个谢谢 不一会儿又补了一个隔空亲亲 老虎觉得他真是太可爱了 想把他整张脸脸亲个遍 一个电话打过去 喂老婆 中午吃了什么饭啊 哦泡菜汤啊 你吃饭了没呢 我还没吃 你快问问我想吃什么 善语乖顺的问他想吃啥 答案不出他所料 果然不是正经答案 嘿嘿 我想吃你啊 白韵的我没得老婆想吃玉米 黑帮大佬斗了他几句 他就气鼓鼓不想理人了 老虎哈哈大笑 老婆大人呐 如果不买玉米我也不敢回家呀 说完又对着手机隔空亲亲 等挂了电话 他想起那天晚上善语说梦话 嘴里嚷嚷着要死要活的 平时那么爱笑那么乖的宝贝 怎么会有想死的想法呢 即使有时眼神空洞 吃个李子也能开心的冒泡 完全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问题 开门的声音打断他的思绪 小弟提着东西 大哥给大嫂的东西买买来了 听见东西是小弟亲自买的 老虎也就放了心 善语正打着游戏 听见外面的脚步声 下了床小跑着去开门 开了门果然是老虎回来了 亲爱的 等我很久了吗 手捏住善语的脸颊肉 不是说好了你undress等着我吗 怎么不听话吗 我上楼故意发出那么大声音 就是为了给你undress的时间了 善语挠挠头 那我现在undress好了 看着面前这么乖的老婆 轻轻怪上线揪揪揪揪 把想了很久的话说出口 善语啊 我们去登记吧 善语被这一句话砸懵了 半天没反应过来 什么登记啊 上次我不是跟你求婚了吗 现在该登记结婚了呀 啊 那现在就要去吗 现在不行 登记处关门了 我们先带个章吧 剩下的我会处理的 善语听着他满嘴跑火车 你没准备好就跟我说登记结婚 根本就是一时兴起吧 老虎大惊 这你可冤枉我了 而且我保证让你和宝宝一辈子吃喝不愁 为什么不愿意盖章啊 他突然跪坐在地上 抱着善语的腰开始假哭 哎呦喂 宝宝啊 你妈妈把爸爸我吃干抹精又不认着 听见这话善语羞红了脸 赶紧捂住老虎的嘴 你怎么能跟宝宝说这样的话呢 老虎又细皮笑脸起来 那你是愿意了对吗 这个问题善语拒绝回答 老虎揽住他的肩膀 我们先去吃玉米 然后再想这些吧 饭桌上善语吭吭吭吭啃玉米 旁边老虎一脸吃汗像看着 没个老婆怀孕了 Alpha大佬想和他结婚 他却犹犹豫不给个准话 惹得大佬向他肚子里的宝宝哭诉 老虎带着他去吃他想吃的玉米 善语整个人都散发着幸福的光晕 老虎看着心里美滋滋 我老婆真好看 看着看着又莫名其妙吃醋 你爱玉米还是爱我 善语懒得回答这个幼稚的问题 我们不跟家里打招呼就盖章吗 老虎皱起眉头 那倒不是告诉还是要告诉的 这个样子让善语脑补了一堆有的眉的 难道是我妈的身份 让他不好意思跟家里说吗 善语嘎笑几声 如果不方便的话 不告诉也行的 不是啊老婆 我的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真没脸带你去 老虎说着又激动起来 如果你见了他们后就把我甩了 那我简直要活不下去了 听见是这个原因 善语才放松下来 扒唧一下奖励老虎一个啾啾 老虎摸着他的头 你不会甩了我的对吧 相信我 我会让你一辈子不吃别的辣椒 也不觉得可惜 善语脸红 那和我结婚了你也不能再找别人了 这肯定的呀 我只会爱你一个人 老虎抱着善语签文件 我准备得非常充分 只要得到你允许随时都可以填 我连你的身份证号都被下来了 终于填完表盖了张 老虎又递过来一张保证书 第一不可以出轨 第二不可以先死 拿起善语的手就准备按手印 没想到善语死活不伸手指 老虎不乐意了 你干嘛那么用力反抗啊 善语叹了口气 第一条就算了 第二条不能先死是什么鬼 老虎一脸认真 我们俩之间必须我死了你才能死 那如果哥你先死了 我怎么办呢 我也不想一个人 那好吧 换成同身共死怎么样 不对 我还得再加一条 之前你对盖章这件事很犹豫 我很没有安全感 加一条 即使吵架也得贴贴 善语气鼓鼓 你天天就想着贴贴贴贴 老虎的大嗓门磨音挂耳 善语无奈妥协 看到这里我真想说 寒慢你们的比例别太离谱 这老虎一个肩膀有善语两个宽 有幼宠的大佬 真是对老婆有求必应 小弟端着炸酱面走过来 做好了大哥 鞠躬说了句 嫂子请慢用 还贴心地给放了部电视剧 名叫Omega的诱惑 他在老虎耳边小声说 大哥 听说这部剧Omega们都爱看 善语一边看一边吃 突然嘴边多了根烟萝卜 就着老虎的手吭吃吭吃吃起来 他突然觉得这瞬间很开心 洗漱后在电视机前的夜宵时间 幸福倒让人觉得不太真实 感觉到旁边的灼热视线 老虎正直勾勾盯着他看 善语感觉有点害羞 为什么一直看着我 老虎还反咬一口 老婆你看我干嘛 是想咎咎吗 那我就满足你吧 哎呦 我老婆就是可爱啊 看见善语笑就假装擦眼泪 老婆对我笑 我好感动啊 善语虽然一脸无奈 但是内心甜蜜 跟老虎在一起的时间越长 过去的黑暗记忆就被抹去的越多 到了登记那天 善语出了登记处的门就开始无语 老虎那家伙搭着嗓门对工作人员说 我老婆怀孕了 哈哈哈哈 没结婚前就有了 早知道就不跟着他过来了 此时老虎气冲冲走出来 结婚登记竟然还要一星期时间 善语暗笑 干嘛这么着急啊 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万一登记以后你就不对我好了怎么办 老虎皱眉 怎么可能啊 我会对你更好呢 别胡说八道 他听到想听的答案满意的笑了 反正都提交了 就等着呗 也不差这一星期啊 主要是登记以后就是新婚业啊 这我怎么能等得了呢 善语大笑起来 原来是这个原因才猴急啊 老虎揽住他 你别笑 我是想正式成为你的洗脚师傅 我想给你洗一辈子佼佼 说完来了个wink 善语回给他一个wink 老虎立马做出重枪撞 嘴里还啊叫着 善语闲丢人转身准备走 默念我不认识他 一周后老虎拿着证明书回来 老婆你看这是我们的结婚证哦 善语接过来凑上去给了个揪揪 哥不是说登记完就去见家长吗 你来决定吧老婆 你愿意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那会长有时间的话 就明天吧 善语突然想逗逗他 哥你真幼稚 说完就赶紧撒鸭子溜走 老虎追上去 李善语你给我站住 善语边跑边笑 啊这俩人填属我了 老代怀孕的小娇夫见家长了 去老虎家的路上 善语紧张的直冒汉 胡子哥拦住他 老婆紧张的样子也好可爱啊 我都被你这太阳般的魅力 给搞紧张了 善语皱眉撅起嘴 那是去你家 你干嘛紧张 因为我看到你就心靠加速 直接180麦 行吧 还是熟悉的土味情话 搞得善语脸颊红红 你真是的 少说点话吧 到了地方他先下了车 老虎追上来抱住他 等等我妈 咱们一起走啊 进门先看见了大哥大嫂 善语赶紧拘了个公问好 老虎看他哥这样子就忍不住嘲讽 明明大字不识几个 哥这里装什么精英呢 大嫂很认同他的话 忍笑忍得快绝过去吧 善语也觉得很好笑 可是对上大哥那双死鱼眼 立马被吓得一击灵 也不敢笑了 老虎小声在他耳边说 你放心 这个草包不是我的对手 他忍不住想 虽然老虎幼稚 但他也是能保护宝宝的可靠爸爸 老虎他爹姗姗来迟 一脸高兴地欢迎善语 往身后一指 这是我送给你们的贺礼 善语双眼放光 哇好小 好可爱的鞋啊 老虎可真会煞风景 爸 你送的东西不好 我们不会用的 给他爹气的 我可是专挑贵的买 老虎突然来了个啾啾 虽然那些贵 但是我会买更好的给你 他爹听完又笑起来 行啊 你小子 知道疼老婆是个男人 饭桌上大哥耐力表现 他爹不鸟他 对善语他们说 老妖和老妖媳妇也开动吧 老虎又是给善语端这个又是递那个的 善语很不好意思 哥你也吃啊 别光顾着我 老虎果然不能正经超过三秒 亲爱的你靠我这么紧 我都要忍不住了 善语彻底无语了 大口吃饭不理他 老虎又递过来一勺护状不明物体 你吃了就等于我吃了 毕竟夫妻是一体的嘛 他美滋滋在心里吐槽 这人真是太有力了 老为了给怀孕的小娇付出气 把出言不逊的大哥教训一顿 可给我们善语感动坏了 饭桌上老虎二人你浓我浓的样子 让他大哥看着是越看越不爽 想找茬给他们添堵 于是就跟父亲说 听说今年某某会社运转得很好啊 收益也比去年高 善语听见某某会社就愣住了 这不是他之前当小鸭子的地方吗 虽然是跟父亲汇报 但大哥的眼一直看着善语 话说回来 优质有妹个卖得很好 却重金难求 善语不傻 知道对方只是在暗讽自己 不过他已经习惯了 老虎突然抓起一个帝王谢可 框极一下就扣在大哥脑门上 餐厅瞬间安静下来 善语惊讶地看着老虎 之前他遇到这种事 都会忍气吞声 因为不想挨打 但在老虎帮自己的那一刻 他头一次感觉到了委屈 原来在这种时候得到帮助 是会感动到流泪的呀 大哥把谢可拿下来 怒不可恶 你小子竟敢这样对你哥 我连会报个生意都不行吗 优质有妹个卖得好 是事实啊 他爹却淡淡来了一句 跟我说这些干嘛 老虎眼睛像毒蛇一样盯着他大哥 转头问善语 老婆 我可以撕烂他的嘴吗 善语慌了 这怎么行呢 你疯了吗 老虎打定主意要把他支开 于是问道 你要不要去上个洗手间啊 正好善语早就想去了 就在他耳边嘱咐 我去去就来 你可不许撕烂他的嘴 老虎假装无奈叹了口气 好吧 谁让我喜欢你呢 只能听你的话呀 善语这才放心的去洗手间 他一走老虎就立马换了副表情 冷笑着 哗啦一下把饭桌给掀了 他哥吓得瘫坐在地 你小子想在父亲面前干什么 脖子猛的被掐住 你不仅是个草包还是个孬种 这就被我吓尿了呀 孕得小娇夫被人欺负 大佬直接六亲不认大义灭亲 上次二哥扇了善语一巴掌 老虎直接把二哥胳膊扭断 大哥嘲讽善语以前是小鸭子 老虎一个蟹壳盖帽扣他头上 大哥一脸惊恐地看着他 抖着嘴唇说你要干什么 下一秒老虎又拿着蟹钱 戳到他脑门上 手掐着他的脖子 把他整个人都提起来 竟然敢在善语面前提那个地方 你去死吧你 大嫂扑过来挨求 请住手 求你了 嫂子 你要为虎作娼吗 你要是不想挨揍 就别插手 眼睛往洗手间那里撇了一眼 想到善语嘱咐她的话 叹了口气 算了还是听老婆的话吧 于是大发慈悲松开了手 大哥立马劫后余声大口呼吸 老虎挥挥手头也没回 父亲我就先走了 大儿子被搞成那个样子 老爹第一反应 竟然是心疼他的餐桌 虎哥想想善语这个窝里横得就头疼 怎么在外面就像个安纯呢 善语上完厕所打开门 就看见老虎这堵人强占自己面前 哎呦我去 你吓我一跳 老虎不乐意 双臂锁住他 我去什么我去啊 善语以为他是在责怪自己说脏话 刚想道歉 就听见老虎说 你怎么连脏话都不会说 来跟着我念 流浪那个狗崽子垃圾混蛋 他不情不愿跟着老虎念了一遍 心想孕妇可不心说脏话呀 哥 你家里的兄长个子挺高 但人品似乎不咋地呀 老虎听他说别的男人高 顿时不高兴了 不论是个子还是老二 我都比他高多了 现在想想大哥那张阴险的脸 都让善语不寒而立 老虎确实比他哥好多了 只见老虎一脸为所样 我什么实力你应该是最清楚的呀 裤擦来了个日常啾啾 只是手一直背在后面 貌似还有伤口 老邦小娇夫教训完坏蛋 还告诉他有自己给他撑腰 以后不能软弱 要反击 我们老虎真是个可靠的好老公 善语当然知道老虎想干什么 哥你别急 回家再说 这话听得老虎心花怒放 可是跟有嘴滑舌的老虎在一起 自己这样无趣的人去每天都很开心 突然察觉出不对劲 哥你今天的手怎么这么老实啊 老虎撒谎 是因为手上有螃蟹味道 善语当然不信 老虎见状只好说实话 好了好了 不骗你了 把手放在水龙头下冲水 善语惊呼 哥你的手怎么流血了 老虎委屈巴巴 还不是因为流浪那家伙呀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打架了吗 虎哥还很得意 对呀 但是我赢了 善语又心疼又内疚 对着老虎的手呼呼吹起 一定很疼吧 哥 看他这样老虎还蹬鼻子上脸起来 没你在身边我独自打架 心都要碎了呢 我又孤单手也疼 多安慰我一下吧 善语不惯着他 回家擦药吧 很快就好了 推着老虎往外走 善语觉得不跟会长打招呼就走很不好 可他也不想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 想到会长可能会说老虎没礼貌 他就忍不住笑 忽然正脱怀抱笑着跑走了 老虎上去一个擒拿捉住他 你这家伙认不认输 看着搂得很紧 其实胳膊完全没使劲 善语笑着说我认输 老虎反而不满意 这么快就认输了 在外面可不能这样 不管遇到谁说三到四都要直接反击 别忘了你有我撑腰啊 善语感动得一塌糊涂 这种有底气的感觉真让人安心 哥我想去我们那时候去的那个地方 你说哪里啊 就上次我们开车看夜景的地方啊 老婆面前是甜甜幼稚鬼 而在外人面前变身冷酷无情的大佬 从会长家出来后 虎哥在这善语区公园 还给他买了儿童套餐 快餐店送了个小汽车玩具 善语想把这个当成宝宝的第一个玩具 可不能弄丢了 就问现在他们住的房子是不是老虎 以后用不用搬家 虎哥直呼老婆你这么看不起我吗 别说一套房子了 买十套我都是洒洒水啊 又开始油腻攻击 怎么样跟我结婚的感觉很好吧 我把房本上的名字改成你的怎么样 虽然这给善语吓了一条 但是又觉得既然已经结婚了 那就不用分什么你我了 刚到地方就接到手下的电话 原来是流浪打电话报了案 老虎只能开车回去 善语的看风景计划被打断很生气 虎哥感觉到他情绪不对劲 偷偷往旁边描 立刻开始道歉 对不起老婆你别担心 即便我被抓了也不会让你去探监的 善语还是很生气 一直不回头看他 老虎就开始用拳头捶自己的脸施展苦肉计 刘虎你这混蛋竟然敢惹老婆生气 这招还真有效 善语不忍心了 你干嘛打自己啊 会受伤的 给老虎点颜色他就能开染房 果然还是我老婆关心我 有你在身边我一辈子都会好好的 善语无语 你都要进去了 还怎么好好的 说完就看见虎哥一副剑兮兮的样子 哥不会进去的 我的宝贝好担心我呀 于是怒怼 你是想死吗 说完又后悔了 心想我是不是说的太过分了 以前他可不敢这样怼老虎 老虎听完还是乐呵呵的 哎呀呀我好怕怕呀 明明一副完全不怕的样子 老婆我们活着要一起活 死了也要一起死 善语点点头答应下来 好 老冲官一路未拦言 还说要把房子过户给他 甜的我六就飞烟走壁 至今下落不明 老虎也没料到他大哥竟然敢报案 善语有点害怕 因为他妈妈不堪忍受爸爸赌博离家出走 他不想肚里的孩子有一个有暗底的父亲 这话直接给老虎吓得 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 老婆呀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这辈子都给你当牛做马 善语已经对他的话免疫了 你就会满嘴跑火车 别说了赶紧回家吧 脸颊肉被老虎捏住 好了好了别担心了 话说回来我丈母娘还挺撒呀 我说你这火辣辣的性格像谁 原来是像咱妈呀 善语很同意他的话 我妈妈确实很酷 奶奶说他离家出走那天还给我买了冰淇淋 表现得很平常 因为爸爸整天都在外面鬼混 所以逃跑的还算轻松吧 他止住话头 不想给老虎传播负能量 老虎撅起嘴开始逗他 我们善语还是会想妈妈的小宝宝呢 说完果不其然就被揍了 顺势抓起他的手 这小棉花拳头真可爱 善语像猫咪炸毛一样甩头不理他 老虎也不逗他的专心开车 他反而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有点无理取呢 察觉到他视线的虎哥小心翼翼 老婆你这样瞅我我挺害怕的 一下子给善语逗笑了 我老婆笑起来真漂亮 牵住他的手 我就过去接受一下调查而已 别害怕 老虎的镇定也让善语安心下来 先给善语送回家 老虎自己又去了老宅 风笑着打开门 却发现大哥不在这里 一个电话给流浪拨过去 电话很快就通了 大哥以为他是要谈和解 谁知老虎把流浪做过的破事都说了出来 这些是我会和警察好好谈谈的 那头流浪还在嘴硬 老虎直接哈哈大笑 你等着 我出来以后先把你这个狗崽子揍一顿 老虎已经去警局一个小时了 怎么还不回来啊 这时虎哥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善语顿时变开心 赶紧接起电话 听到老虎说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善语这才安心下来 正当他准备挂电话时 那边的人问 你想吃什么我买回去 他决定为难一下老虎 那就李子吧 不管怎样老虎都让自己很担心 那大半夜让他去买个李子不过分吧 想到了什么赶紧下了床 得在哥回来之前准备好啊 原来是去冰箱拿了块豆腐 善语在沙发上等啊等 不是说好的十分钟到家吗 等了一会儿有点累 干脆躺了下来 是不是因为到处去找李子去了 我是不是有点过分 没一会儿门那边就传来书密码的声音 老虎推门进来 善语啊 你老公回来了 善语猛地坐起来 看见虎哥手里的塑料袋 立马没开眼笑 真的买李子回来了 老虎不乐意 你都不先看我而是先看塑料袋呀 善语也气呼呼 有什么区别吗 我不管 我要揪揪 老虎撅着个大嘴唇子真搞笑 低头看见了桌上的豆腐 端起来开始哈哈大笑 爱一股老婆呀 你真的好可爱 善语被他搞懵了 怎么了嘛 习俗不就是这样的吗 小傻瓜 豆腐是从监狱里出来才吃的 拘留所是辣牛肉汤 你还进了拘留所吗 不是说只是过去问几句话吗 没有 我没去 不过既然你都准备了 我就吃点吧 他点了几股汤外卖 善语乖吃着 心里感叹果然是手耳啊 大半夜也能点外卖吃 善语啊 哥以后不当黑帮了吧 我为了小交付连公司都不要了 准备去做家庭主妇 这是何等的恋爱脑啊 听到老虎说他不当黑帮了 还一脸认真的样子 善语有点懵圈 那你要当无业游民吗 老虎眼神非常坚毅 不是 我要当主妇 可是你连家务都不会干嘛 老虎疑惑 家务有阿姨来做 我干嘛要做家务 那你这不就是无业游民吗 好啊你 你还讯起我来了 俩人你一言我一语向小学生吵架 到时候我就是寡妇了 宝宝也没爸爸了 他们家族都是那个职业 将来宝宝不会也是吧 老虎在他身边坐下 满是坐坐的说 我这么爱老婆 他却不理解我 我好可怜啊 善语被他溺出一身鸡皮疙瘩 好了好了知道了 老虎还没完没了了 作为一家之主 我的腰板都挺不起来 你过来靠近点 我跟你说个悄悄话 善语虽然不理解 但还是乖乖靠近 然后就听见了一些宝宝不能听的话 立马红着脸打他 你在说些什么呀 一天天的都没个正形 以后孩子跟你学坏了怎么办 说真的 哥你还是得去工作 因为善语无法想象 对方天天宅家里的样子 老虎一脸正色 我是因为想和你好好生活 才做出这种决定的 善语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是为了我才不当黑帮的呀 老虎摸摸他的头 挨一鼓我老婆太可爱了 然后盯着善语的眼睛 你知道吗 善语在我的人生里 你就是那张彩票 善语被逗得哥哥笑 那你可是中了大奖了吧 虎哥也跟着笑起来 看来你很清楚吗 没得来医院产检 却被医生狠狠教育一顿 他还在那里距离力争 善语红着脸 哥你少说几句吧 最终决定把善语 送去奶奶家一段时间 在车里千红万红 还是没得到好脸色 其实善语生气是因为 老虎不小心压碎了 他给宝宝准备的玩具 后背还受了伤 结果老虎不听话 不处理伤口 虎哥一声大喊 让他回过神 哥错了 对不起吗 善语看在他这么诚恳的份上 就原谅了他 老虎顿时喜笑颜开 去乡下玩一段时间就回来吧 哥没你活不下去啊 你没我也活不下去的对吧 本来只是玩笑 善语却认真的问 那我们俩都不活了谁养宝宝 直接给老虎逗笑了 虽然你刚刚说的话很傻 但是因为脸太耀眼了 说傻话也魅力十足 已经对彩虹屁免疫的善语只有无语 于是假装听不懂 说困了 顺势躺倒在虎哥腿上 被轻轻拍着哄睡 就像在奶奶身边一样 到了乡下奶奶家 喊了半天却没人硬打 善语吐槽 你这喊得像老板叫下属一样 老虎摸摸头 奶奶不在你就欺负我是吧 这时身后传来声音 哎一股 这是谁来了呀 虎哥乖乖鞠躬 是您的刘孙旭来了呀 奶奶 因为老婆太漂亮了 所以得来生养他的地方磕个头呢 这话直接让奶奶心花怒放 我们善语就是很帅啊 是村草呢 老虎比奶奶还夸张 何止村草啊 整个手腕都没比他更好看的 奶奶也夸老虎长得帅 俩人一直商业互吹 直接忽略了身后的善语 但善语感觉特别开心 在看着爱的人笑时 自己也会跟着笑出来呢 AF不做人 医生让他远离怀孕的五妹 无奈只能把五妹的送回乡下 虽然分隔两地 但老虎隔三差五就去看他 每次都会打电话问善语想吃什么 门突然被敲响 小弟顶着被打成猪头的脸进来 老虎的嘴是真的损 你这是咋了 因为长得丑被打了吗 是大哥那个混账 还是二哥那个傻叉 此时从门外路过的大哥 吓得一击零 小弟交代说是大哥流浪来了 说有话跟老虎说 西八 他是文盲不会打字吗 难怪别人说他是草包 小弟默默给他点了个赞 流浪竟然敢打他的手下 老虎决定你牙还牙 小弟把崔市长带进来 这人进来就开始抖个不停 西八 你都不会打招呼吗 然后一个段子绝孙脚把他踹倒 回去问问你老大 为什么要对我们俊熙 本来就难看去的脸蛋下手 转头吩咐小弟 俊熙啊 把这人拉下去 揍到和你的脸一样为止 小弟拉着人走了 流浪避开那人求救的视线 开门进来 小虎啊 适可而止吧 怎么了 市长是你相好吗 你离了他活不了 为什么要打我们俊熙 流浪避而不谈 不想浪费时间 老虎最近一直在找会所里的会员 流浪就是为此而来 五哥知道他以为自己 是想插手会所的生意 实际上自己完全没兴趣 找那些人只是为了善语 在自己金盆洗手之前 得把之前善语的客人都处理掉 无论流浪怎么说 老虎都不为所动 大哥走后小弟进来 顾客名单已经整理出来 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 老虎弟怒火大爆发 名单上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一大声吸巴让门外的小弟抖三抖 让小欧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一转眼就怀孕九个月了 给老公开门的动作也变得吃饭 虎哥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亲亲他的肚子 带回来一大袋包子 神气十足的说还是温热的了 俩人就这样一个人吃 一个人在旁边平嘴 给善语斗得忍不住笑 老虎又膨胀了 果然像我这样幽默的alpha 才能俘获美丽的鲁梅的 善语听完做个鬼脸 才不幽默呢 明明长得那么凶 说完起身就要逃跑 结果肚子太重没跑成 老虎立马哈哈大笑 他脸红着找不说自己没想跑 会长之前打电话说 要让善语回首儿 毕竟快生了在乡下不方便 趁着老虎在外出插 善语收拾收拾行李 宝宝啊 给你爸爸发个心电感应 让他快点回来吧 下一秒孩子就踢了他一脚 哎呦我们宝宝真是机灵鬼啊 这时传来敲门声 他以为是村长来了 就起身去开门 然后就看见了老虎的大哥流浪 弟妹好久不见了 肚子都这么大了 善语虽然害怕 但出于礼貌还是让他进门 流浪一进来就对这个房子挑三拣四 看见旁边架子上的酒 就让善语倒给他喝 善语不舍的 因为这都是奶奶给老虎酿的 于是他决定拿那瓶一四 已经过气了的 流浪疑惑 为啥非拿那个大的这么重 善语忽悠他 因为这个好 流浪喝了一口感觉不对劲 怎么这么苦呢 空气安静下来 善语一直等着他说话 忍着反胃的感觉又到了一杯 流浪才终于开始说正事 听说弟妹以前还是头牌啊 那弟妹给我倒酒 我还得付小费呢吧 老虎突然发过来消息 刚想回复又被流浪打断 善语习惯性摸了摸宝宝 流浪恶狠盯着他的肚子看 你这孩子最好是狗妹的 并九个月的小鹅都快生了 坏人却找到他惹他生气 他一酒瓶子砸过去 自己也晕了过去 流浪说老虎最近到处抓捕会所的常客 善语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咱们虎哥在这几个月里 全国各地都跑了一遍 一一教训了名单上的人 而曾经差点标记了善语的那个人 老虎把他留到了最后 亲手把这个人给了结了 流浪对这件事很生气 要求善语缠住老虎 不让他继续 善语越听越生气 有点头晕 宝宝也在肚子里不安分地踢来踢去 于是他说自己要休息 准备送客 流浪还没完 你知道流谷小时候养过一只小猫吧 是我把那只猫杀掉的 从那以后的一个月里 那小子伤心的茶饭不思 他还以为猫是老了 自然死亡的吗 不知道其实是我掐死 善语脸色彻底冷了 你的意思是 我不答应下场就像那只猫吗 流浪轻笑 那哪能啊 弟妹这么重要 我可没胆子那样子 只是你奶奶 毕竟人老了 突然没了也没啥奇怪的吧 这一下子触碰到了善语的底线 他气得浑身开始发哭 开口说 你个垃圾玩意儿 然后拿起一旁的酒瓶子 卑鄙的家伙 戏巴狗崽子 流浪抬手就想打他 却被善语现一步用酒瓶子砸了头 我要跟你同归于尽 那边老虎一听自己的人把流浪根丢了 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紧赶慢赶跑回乡下 刚打开门就看见流浪躺在地上 而善语面色惨白 慢慢转过头看向他 说了一句 你照顾好宝宝 就晕了过去 老虎赶紧把他抱起来 让小弟把奶奶接上 他先带善语去医院 一路风驰电车 路上还麻烦交警帮他开刀 看似淡定的老虎气势慌得要死 浑身冒冷汗 晕得小欧被气得晕了过去 幸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老虎心疼地看着病床上的善语 小弟说家里已经收拾干净了 他起身向外走 吩咐小弟好好守着病房 那边流浪已经被控制住 但嘴里还是骂骂咧咧的 是因为你会所的客人都没有了 老虎差点笑了 怎么了 会所快破产了吗 你的人生是只能耗在那种事业上了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还要把赌场给卖掉 虎哥一脸嘲弄 那又怎么样 这个家我做主 我想卖就卖 反正剔除掉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我们家也是毫发无伤 流浪已经汗流加倍 你不能动我 如果我有事 我事先准备好的东西 一定会寄到弟妹手上了 老虎才不会被威胁到 招招手让小弟们把酒拿过来 流浪彻底急了 原本就是你毁了弟妹的人生 赌场是你跟爸爸说要见的呀 现在老虎的眼神就像脆了冰 我没忘啊 所以呢 小弟们一拥而上掰开流浪的嘴 毫不犹豫就把酒灌了下去 老虎的手机突然响了 拿出来一看是留在医院那个小弟打来的 接通以后是善雨的声音 他刚喊了声歌 电话就被老虎紧急挂断 转头跟他们说 让这东西安静点 善雨来电话了 于是流浪的嘴就被彻底堵住 老虎把电话打回去 刚刚被挂了电话的善雨有点不高兴 于是决定也挂回去 老虎急了 赶紧哄人 善雨别挂别挂 俩人在电话里腻歪了好一会儿 善雨让老虎把自己的手机带过去 结束通话回到屋里 看见流浪还是一脸不愤 老虎音策策地说 把架子上的酒都拿下来吧 当守着快要生产的小胶夫 头底在圆滚滚的肚子上 善雨看了会儿电视有点烦了 拍着老虎让他起来 老虎不抬头 哥忙着和宝宝玩呢 宝宝啊 我不能爱你 因为我把心都给善雨了 善雨红着脸让他闭嘴 我老婆说闭嘴的时候声音真好听 一大早我的耳朵就想服了 善雨犹豫了半天 还是把憋在心里的问题说了出来 那个大哥他怎么样了 老虎答非所问 什么 你做得很好啊 他皱起眉 你别开玩笑了 我认真的 流浪说让我向你转告一声对不起 他们一家人要出国生活了 善雨因为用酒瓶子砸流浪的事 感觉很抱歉 他想打电话却被老虎制止 对了 你录音的时候那小子说了什么 善雨撒了谎 没有录音啊 其实录到了流浪说掐死了那只小猫的事 但善雨不想让老虎伤心 那只猫是老虎倾注了爱的存在 如果知道真相 他会受不了的 所以他直接把录音删掉了 老虎追问 他到底说了什么让你气得砸他的头啊 善雨情绪低落下来 因为他提到了奶奶 老虎懂了 夸赞善雨做得好 下次再遇到这种事都要狠狠反击 有哥给你撑腰 善雨听完乖乖点喉 晚上老虎收到手下的消息 说找到了流浪准备干坏事的手机 那个秘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他欠善雨的会用一辈子来偿还 回到房间静静看了一会儿 然后走到床边坐下 善雨啊 你能原谅我到什么程度 善雨立马皱眉 哥你出轨了吗 老虎急了 我疯了都不会出轨 像我这样吃胆忠心的人不多了 所以只要不是出轨 别的你都可以原谅我是吗 说完害怕善雨反悔 还伸出小拇指要拉勾 知道了善雨的底线 老虎放下心来 F宝宝长得真像他的F宝宝 还起了一个秀气的名字叫上花 幸好没听他爷爷叫金子或者刘备 睡梦中的善雨突然肚子一阵剧痛 没一会儿就晕了过去 第二天等到麻药劲过去 醒来就看见了老虎 听见善雨喊了声哥 虎哥赶紧睁眼站起来 哥你哭了吗 老虎的眼皮肿得都睁不开眼了 善雨忍不住笑出声 却牵扯到了刀口 不舒服吗 宝宝都出来了怎么还会疼 看你这样哥的心都碎了 善雨想看宝宝 老虎瞬间怼一起来 宝宝长得很像我 是我妹的吗 你又妹的长得像老虎那不是完蛋了 不是哦 宝宝是忧性elf 善雨这才放下心来 下午会长来医院 善雨啊 我给孩子取了个绝妙的名字 被打扰了二人世界的老虎很不爽 你取那名字善雨肯定不同意 还是别说了 你小子又不是善雨 闭嘴吧 那个您想取什么名字呢 会长很兴奋 你听到的时候别被迷住哦 叫金子 怎么样 不喜欢吗 那刘备呢 善雨尬住了 本来就僵硬的笑容更僵硬 会长嘴还没停 刘备的话 老二老三就叫关羽张飞 我的天 我简直是天才 老虎不愿意 谁家女孩叫这种名字 那你取的善花就很好吗 这名字一点都不霸气 善雨也有点惊讶 原来歌曲的名字是善花呀 要霸气有什么用 我女儿的霸气不需要名字来彰显 爸你赶紧走吧 别在这里影响善雨休息 没想到会长还挺听儿子的话 善雨问为什么取名叫善花 老虎解释 因为她是善雨给我生的花呀 随即皱眉 虽然宝宝任谁看都不像花 把孩子抱过来一看 好家伙 确实不像花 善雨的亲妈滤镜拉满 直言我们善花真漂亮 老虎摸摸她的头 当然了 因为我老婆就很漂亮 她感觉幸福极了 往后的生活 善花宝贝也要参与进来了 好看就记得点赞 加订阅啊